北京时间12月4日,山东队队长虽然在宣布退出微博之后发文解释了退出的原因,虽然在微博上写道,看到了很多人的关心,我可能有点感性,最近看到了太多太多对于球员的这种肆意的谩骂,我觉得真的无论好坏社交媒体不该成为发泄的工具。 周鹏因为一场比赛被谩骂,可他却为了中国篮球付出了多少雅锦赛只看一眼女儿赶回来参赛,小丁因为受伤比斯利赛季的重叠遭到球迷无情的离开山东,这些例子几乎发生在每一个球员身上,我相信每一个队员都想赢,都在努力,所以社交媒体让我觉得不再有任何意义,无论好与坏我们作为球员都可以承受, 可是我们还有父母,还有孩子,这些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担忧,最近我父亲一直陪着我,我看得出来他对于我的担心和难过,所以这是我为时要昨天说这些话的原因,谢谢支持我的人我都看到了,竞技体育成绩说话,我也会做好自己,加油,加油所有体育工作者。 本赛季至今虽然场军能够贡献2,7分2,7篮板2,9助攻,相关链接虽然宣布退出微博,骂我的山东球迷太让我伤心,何瑞明。